普侯斯 USHDA Sports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天使重炮普侯斯 Albert Pujols 今天对上双城的比赛中 累计生涯的第1952打点 正式超越红雀传奇打者沐修 Stan Musial 成为排名历史第六多打点的球员 在他之前分别是汉克阿伦 Hank Aron的2297分 Baby Luce Baby Ruth的2213分 罗德里奎兹 Alex Rodriguez的2086分 邦兹 Barry Burns的1996分 和盖瑞格 Luzeric的1995分 请继续往下阅读 普侯斯今天首局就敲出中外 也凭非安打 打破沐修记录 他立即的要求保留那一球 并要制赠给沐修的家人 对于沐修 过去也待过红雀的普侯斯 只有满满的敬意 在胜路一世 沐修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英雄 我尤其幸运能够在他上在世的时候 和他一起训练 他影响我的人生很大 第九局普侯斯又打回两分打点 1994 目前他只落后第五名的盖瑞格 Luzeric 一个打点数 1995 普侯斯对沐修非常敬畏 球队总教练索西亚 Mike Fisher 说道 不只是因为他 沐修 唱唱的表现 也包括场下的人格 我知道他们曾经合作过一段时间 因此对普侯斯来说 能够跟沐修相提并论 对他意义重大 对他来说 他来说 他来说 没有 对他来说